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 再来看另外一种电厂 这种电厂呢叫做 均匀带电的平板 所产生的电厂 那这个算是一个特例 它本身就是一个 带电的一个金属板 上面假设有一个 正电荷的分布 但是这种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 它是属于这一种平板的 它的一个特例 这个特例呢叫做 无限大的平板电厂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 电荷的电厂 联系的电荷形成了 环转的一个电厂 好 那我们今天再讲第三种 但这个第三种呢 它虽然是一个平板的电厂 但是呢它有一个特例 就是说叫做无限大的平板电厂 那什么叫做无限大呢 就是说假设 因为它四周还是会产生电厂 但是我们取得到这个点呢 如果跟它之间的距离 远小于这个板子本身的dimension 那因为距离它是水一度空间的距离 所以这个dimension呢也是翻译做一度空间的长度 如果它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金属板的话 这个dimension呢 可以把它解释完它的长度 或者是宽度 所以在相对比较之下的话 那这个对这个点来讲 它就四同是一个无限大的带电的一个平板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无限大的平面的一个平板的电厂 但是如果之间我们取得p点呢 跟它之间的距离 如果远大于它的dimension的话 那它就四同就是一个电荷 所以其实可以从同学 从我们刚刚的这个讨论当中 你可以发现到 所谓的无限大的平板 或者是电荷的电厂呢 完全取决于它的这个点 跟平板之间的这个距离呢 跟平板之间的dimension之间的一个比较 而所得到的 那我们来看这种电厂呢 所产生的一个数学公式 那这个我就不讨论 我们根据这个积分的导出来的结果 这种无限大的平板电厂呢 它能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就2πk乘上sigma 这个k呢就是 库仁常数 9×10的9次方 那这个sigma呢 就是它的面电荷密度 所谓面电荷密度呢 就是用这个 它的带电量 比上它的这个平板的面积 因为它是一个平面 它是一个平面 那换句话说 当然它也有可能带负电荷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边加上一个绝对值 因为电厂它是一个向量 那向量的量值呢 一定都是正的 所以我们再会在这边加上一个绝对值 那从这个公式当中 你可以发现就是电厂的大小呢 显然跟它的电荷密度呢 有一个正比的关系 好 等于说截面积越小呢 可是电量的分布越多的时候 它的当然电厂就会越大 那或者是截面积相同 但是电荷量分布越多的时候呢 当然电厂也会比较大一点 从这个机制当中 你就可以发现 如何来调整一个无限大的平板电厂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立体 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平板 圆形的平板 那这个半径呢是R 那上面带有分布的 很均匀的一个正电荷 它的总带电量是Q 那在这个圆盘的中心呢 在这个垂直轴上面有一个P点 那我们当然要做一个假设 我们假设P点跟圆盘之间的距离呢 要是圆小于这个R的时候 它才会变成一个无限大的平板 在这个假设的条件之下呢 它的电厂当然就是用 钢能的公式来计算 所以这个它的电厂呢 P点的电厂 就会等2πk的sigma 那这个sigma呢 其实就是Q 除上这个πR的平方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半径呢 越小的时候呢 这个圆盘的电厂呢 就会越大 那有关这个无限大的平板电厂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